這個乘機sub,然後4回圈 4ness,這個是回圈範圍,這個是邏輯判斷 裡面的話else就是相反,如果這個條件 它不是大於等於,就是變小於的話,那就執行不合格 不合格的話,它就會把不合格兩個字,這個叫字串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儲存格,這個裡面的I,它會隨著這個回圈的變動而變動 所以執行結果的話,我們就會看到 這樣子的話,再做個按鈕,清除,輸出,一個一個一個的幫你把它放進來 當然我希望這個地方把它改成成績多重 多重的話呢,基本上跟這個執行公式有點像 但是差別的是說,執行公式裡面是放 一串的公式在這裡面 所以相對的,如果你假設要減少空間的話 其實很簡單,你就乾脆把 ABCD做完再丟過來,所以看到結果應該就是什麼 就是ABCD的這個結果 那可是要怎麼樣 把成績多重 變成 在VBA裡面執行 特別注意喔 一樣切到VDROBASIC 再來的話,成績多重 怎麼改 其實倒也蠻簡單的 我的習慣啊,如果已經寫好了很接近的,我的建議啊 有時候 把對的程式留下來,將來可以複製貼上 這樣就可以減少錯誤 也是一種方式 所以盡量你就找一個方法 讓你將來寫程式不要犯錯 那你RUN程式,其實RUN VBA就會RUN的很順暢 我們可以把這一段複製 貼到底下來 或者拖拉加砍 這邊加一個成績多重 所以我們這邊改一下,多重 那怎麼樣改成多重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大概注意幾件事情 OK 第一個,我們把 原來的這個程式複製過來 第二個的話 其實這個邏輯 跟剛剛那個IF IF很像 差別只是說 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我們之前不是什麼 一樣嘛 大於等於 60 其實我們就變成說合格不合格 ABC 那我可以先從A開始 A的話呢,應該什麼 大於等於80 所以這邊可以先改80 然後呢 THEN 這邊為A 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但是呢 ELSE 可能是B 可能是C 可能是D 那怎麼辦 怎麼改 其實特別注意 這邊其實你可以直接改D 但B跟C怎麼辦 特別注意 主要是在 這個 這兩行的下面 ELSE的上面 做一點事情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產生 像這邊 IF跟ELSE是 True跟Fore 兩重邏輯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三重 四重 多重邏輯的話 關鍵的地方來了 1 請你把IF這兩行複製 這兩行 OK 複製 2的話呢 Enter這個 在ELSE上面這個 然後把它 back到前面去 貼上 你又想 這邊就多一個嘛 跟上面A一樣 那你只要改 一下就可以 改哪裡呢 1 請你把這個IF 因為一個邏輯 因為一個邏輯判斷裡面 不能有兩個 一樣的IF 不然他 不知道說到底你這個邏輯 哪一個才是對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 第一次判斷你用IF 第二次判斷的話呢 你可以叫什麼呢 叫ELSE IF OK 所以 有點像那個 論說文裡面的首先 這個叫其次 然後再其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70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B就可以了 如果C的話怎麼辦 很簡單 繼續 OK 其實 其次其次 再其次 反正都是ELSE 就對了 剩下來的就是ELSE 所以特別是有 以後邏輯 如果你再多重 沒關係 這很重要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工作裡面 可能很多種狀況嘛 反正你就按照那個 狀況1234往下 把它做區隔 然後他就會按照 你要的 事情 怎麼做怎麼做呢 分別就做不一樣的結果 輸出了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60 然後把它改成C 好 這樣子 程式就 大功告成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後 多重 這個 雖然看起來很 好像很多啦 但實際上 都是 從上面所衍生出來的 所以記得 建議各位把這個怎麼變出來的 那個 一些差異點 稍微記一下 因為 多重邏輯 將來用到的機會 是非常的大 因為工作上嘛 反正你一定要 一做什麼 二做什麼 三做什麼 或者是不同區間 做 什麼 像我等一下會講格式 不同區間的 你給不同的顏色嘛 有沒有 不同的字的顏色 不同的底色嘛 那你馬上一目了然了嘛 對不對 OK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藉由多重的邏輯 就可以把它做出你要的效果出來了 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用 你一個試算表裡面 馬上都可以不同格式 想要凸顯的資料 馬上就出現了 不然的話以前你要人工去做 或者是 你用設定格式的話條件 可能也沒有辦法符合你要的那個效果 所以這邊 蠻重要的 做完之後呢 最後我們再run一下 O不OK 如果OK的話 那表是這樣 基本上就成功了 其實沒改什麼地方嘛 這個是兩重的 這個是多重的 然後就把這個複製過來改一下 把這些架構改 改完之後呢 再來run一下 O不OK 資新 有沒有 ACD 跟 這個公式不一樣 一模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 最大的差別是說 剛剛呢 如果你放公式 它會放這麼多 存在也是有 但是如果你 用這個方法的好處是 它其實就放A而已 當然你會存檔馬上喔 如果你 丟公式越 多儲存格的話 那膨脹的也會越厲害 OK 因為這也是之前 同學的回饋啦 因為其實當然你說用這個方法 OK 跑遠 也沒有問題 只是說呢 它最後發現說 一存檔 檔案怎麼變這麼大 對不對 如果你不希望檔案變大 很大的話 那其實 請記得一定要改成這樣子 檔案就縮小非常多了 因為你會發現 光這一串裡面 就多少個字 這樣子的話呢 就一點點了 OK 就只是ABCD OK 好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那個 兩重邏輯 改成多重邏輯 所以 未來可能 的邏輯 不外乎就是 一重是這樣 一重就是 只是一個一副 那就判斷True的 才是進去了 那L是有Force的狀態 這兩重邏輯 底下的話呢 就是三四五 反正就多重 OK 理論上呢 邏輯 大概這樣 其實 因為我 程式寫來寫去說真的 大體上 應該 也不會脫離這三種可能性 也不要想得太複雜 因為 邏輯大概這樣就夠了 說真的 你想說 會不會有其他 更複雜的 可以寫得很複雜 但我建議不要寫太複雜 這樣其實 工作上就足夠了 另外的話呢 未來 如果說你有連擊交集的話 其實就是寫在這個後面 你可以在 我好像之前有講過嘛 你如果要加一個AND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控一格 再加一個AND AND 連擊 如果你偶了的話 那就是 OK 比如說 我希望合格條件改一下 合格的話一定要是 100分 到 到 70分好了 70分合格的話 那你可以 你可以寫成什麼 他一定要是 就是 應該是什麼 小於等於100分 100 有嗎 然後呢 而且 所以 而且 這個 而且的話AND 所以 而且AND AND 什麼 應該是什麼 70分的話 那就 其實拿這個複製來改比較快 AND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而且 大於 等於 大於等於 70分 有沒有 這樣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範圍啦 所以 這個 這樣下去 這樣上去 它一個AND AND的話就是它中間的交集 100分嘛 然後 70分 OK 這個區間就是我要 表示合格的 剩下來就不合格 所以我如果這樣 這樣改一下 那個邏輯的話 那這樣輸出應該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合格不合格的話 那 等於是說 80分 70分剛好合格 所以剩下都不合格 有沒有 所以 如果你會有那種 AND跟O的 這個敘述的話 那可以加在這裡 另外的話還有Nuts啦 不過Nuts 我是不太建議使用 因為Nuts很麻煩 剛好顛倒 如果我用加個Nuts的話 大概就要 這個 比如你這個地方如果加個Nuts 其實就加在這裡 Nuts Nuts 然後呢 變這個方向就要改了 本來要大於變小於 OK 不推薦 因為我這個很少用 所以 就這樣子 好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邏輯 不外乎一重 兩重 多重 那再加上連籍 跟交籍啦 說真的 足夠你工作上使用了啦 真的 你也不用想太多 這樣就夠了 那至於其他 當然有其他書有其他寫法啦 只是說我盡量用我習慣的寫法 OK 大概就這樣寫就OK了 那 那當然VBA它有提供什麼 有 Slide case 其實也是多重 篩選 不過那個我覺得跟我們現在寫的方法 結果一模一樣 所以 我覺得啦 你沒事 你可以暫時不用學那個 因為反正結果都一樣 那你幹嘛學兩種 OK 多重的篩選 OK 試一下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置定函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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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